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我们再来一遍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我们把奖带交给刘宏章牧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太受欢迎 非常谢谢师母的摆上 这边倒是复活节 在英文部复活节讲到 今天用中文再讲一次 因为我觉得非常重要 过了两个礼拜再用粤语再讲一次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一起记得大高 主耶稣要谢谢祢的复活 这是我们一切的盼望 这是我们人生一切的盼望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如果你没有复活 我们信的都是枉然 我们是最可怜的人 但是因为祢的复活 我们成了最有福的人 我们成了最有盼望的人 谢谢 祢亲自对我们今天 对我们说话 祢恩高我的口 恩高我的话语 给我智慧 能够把复活的道理 讲得明白 让复活的道理 深深地活在每个人的心中 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让我们都有同样的信仰 同样的盼望 盼望将来的复活 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 盼望将来的圣徒相聚 彼此相爱与你同在 感谢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在十七十八世纪 文艺复兴 工业革命之后 很多的现代学者 对这个复活 有很大的疑虑 很多的挑战 他们觉得这只是 当早期教会一个集体现象 这个所谓的复活 未必是个历史事实 可能就是一个集体幻觉 或者一个集体的思想 那么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这整个复活的 这个思想的历史背景 还有文化背景 到底它是不是一个 当时文化的产物呢 还是说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那先看一下当时的希腊人 当时文化好像今天的欧美文化 要是一个主流文化 在这个主流希腊文化之下 有没有这个复活的概念呢 荷马史诗可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荷马史诗是七元前八世纪就开始了 现代学者认为 荷马不是一个人 是一连串的作者 但是在这个最有名 这两个史诗里面呢 伊利亚德和这个奥德塞里面呢 是没有复活这个东西的 在希腊文化 在神话里面 也没有复活这个东西 希腊神话大家可能有听过 有时候看电影会看到Achilius 或者是Hercules 像这样的英雄呢 死掉了就是死掉了 即使在神话故事里面 他们死掉了 就是到地狱到阴间 就变成鬼魂或者幽灵 没有一个回来的 那柏拉图呢 希腊罗马除了神话愿 还有另外一派思想 是从哲学而来 哲学家呢 他们也没有复活的概念 柏拉图就是这个 算是 他是第一个主张二元论的 他主张这个灵魂是不死的 但是肉体呢 肉体会死 但是灵魂不死 那灵魂呢 他认为灵魂被囚禁在 肉体这个监牢里面 所以呢 他死亡呢 对他来说 他认为死亡是件好事 死亡可以让你 你的灵魂脱离你的肉体 脱离这个监牢 可以得到自由 但是呢 从在历史文化里面 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洒脱 可以接受死亡 除了苏格拉底以外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可能 在被破坏而死的时候 他可能不惧怕死亡 但是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 是非常少的 虽然他们讲说死亡是好事 但是基本上一般人 没有人这样认为 大家都是害怕死亡 不应死亡 所以呢 在这个希腊哲学里面 或者希腊文化里面 他们认为这个灵魂是不会死的 那么死了以后呢 脱离肉体了 那灵魂就要么呢 好的灵魂就会去这个极乐世界 那不好灵魂呢 他们叫做这个island of blessedness 那不好灵魂就去这个tartarus 就是地狱的意思 去地狱受苦 但是没有复活这个事情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呢 他们认为这是许多金王死了以后呢 他们的灵魂就变成 会变神化 会变成这个 而加入这个希腊众神之中 所以很多 很多有时候在这个君王崇拜仪式里面 当君王死亡以后 他们身为之后会举行火葬 把肉体完全消灭 让灵魂完全地解脱 这是他们的观念 那么有些哲学家呢 也相信轮回 跟佛教的轮回有点相似 他们相信这个灵魂会转世的 会投到不同的身体的 但是不会投到同一个身体 就是说不会回到同一个身体 重新再回过来 没有这种事情 他们不相信 所以呢 一般来说他们对这个死后的观念 就是认为灵魂会不朽 然后灵魂会变成一个无身体的状态 那跟这基督教 跟我们教会讲的复活完全不一样 我们基督族 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 是祂回到祂的身体 祂整个人复活 我们看到刚刚那个图画 祂手上是有疤的 复活以后的身体 手上是有疤的 是一个连续的身体 是一个之前的身体 这个我们看 约翰福音有这样记载 这是耶稣 复活之后耶稣 是有给门徒来看祂手上的疤 祂手上的钉痕 所以如果说 这个复活这个东西是 门徒早期教会他编出来的 他想象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第一个确定的事 确定的事就是说 在希腊文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他们连那个想象都没有 所以在《使徒行传》 十七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到了雅典 他跟这些哲学家辩论 跟这个文士辩论 里面有不同哲学家的 他们本来很有兴趣 但是一听到保罗讲到复活 他们就开始嘲笑他 讥笑他 为什么 因为在希腊文化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复活的观念 所以如果 说扫期教会这个东西是编出来的 我们知道他不可能 从希腊文化里面得到这个思想 因为希腊文化里面没有这个思想 那看这个旧约 看犹太人文化里面对复活观念 这个门徒对复活的概念 是从犹太教来的吗 是的 部分是的 但是呢 旧约的 在整个旧约里面对复活的是甚少琢磨 就很少提到复活 是算是隐晦不清的 但是一般来说 就是人认为死了以后就是聚隐 阴间这个西伯兰文叫做 在阴间 那一般来说死人在阴间 就是一个被视为一个沉睡的状态 那不要去吵醒他们 那是旧约的一般的想法 但是呢 后期呢 从中后期的旧约文献当中呢 你看越来越多对复活的盼望 因为这个盼望呢 不是建于自个人的功德 或者个人美德 而是建于对上主的信心 对上帝的信心 因为旧约时代信徒相信 上帝对我们慈爱跟信使 不会被死亡所阻碍 死亡不会阻挡了这个信使 死亡不能成为一道 无法成为一个围墙 让上帝的信使跟慈爱 无法穿透 他们相信上帝的慈爱跟信使 到死亡之后 仍然会继续 所以你可以看到 开始有复活观念产生 诗篇十六章 我们都熟悉这个经文 你必不让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在四篇四九篇也说 上帝必救赎我的命 脱离阴间的掌控 他必要收纳我 以赛亚书开始讲 越来越明确 对着死亡的盼望 他说他甚至预言 你的死人要复活 我的尸首要起来 睡在尘土里的要醒醒 歌唱 你看到犹太人的复活观念 跟希腊人完全不一样 希腊人认为受肉体是坏事 是坏的东西 我们不要肉体 我们要灵魂 我们只要灵魂 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子说 他们认为复活 你整个人都会复活 你的身体 你的肉体 你的精神 你的灵魂全部复活 这是一体的 这是不会分开的 那么最明显的 对复活的预言 对复活的盼望 是在但音书 但音书讲得最清楚 十二章 睡在地理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醒过来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 永远被证悟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复活的概念 对在但音书里的时候 是最清楚的 复活之后 一人得永生 二人受永远的审判 还有另外 对复活 蛮有名的经节 是在这个 以西结书37章 是如果 因为整个经节很长 所以我没有在那边 这个贴下来 基本上就是说 上帝给以西结书看了 意象在这个 在这个山谷城中 有许多枯骨 上帝对他们吹气 然后他们变成 重新有血有肉 变成火人 站起来 一般人认为呢 一般学者认为 这个背景 以西结的背景是 是席代犹太人的复活 因为犹太人在这个 被巴比伦 辱去之后 成为一个流放的民族 他这个复活 这个意象呢 是一个 席代这个 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 复兴的这个意象 但是到了末期呢 到了耶稣来之前 这几个世纪呢 我们称为第二圣殿时期 第二圣殿时期指的 就是说 这个索罗巴伯回归 这个耶路撒冷 他重新建立起这个圣殿 第二圣殿刚建的时候 是很小的 后来这个西律网 把它扩大 变得很雄伟 那基本上 这个第二圣殿时期 我们一般指的是 耶稣降世出生 耶稣出生前一百年 到后一百年之间 就前后 就西人前后四百年 这段时期 我们称为第二圣殿 圣殿时期 那门徒 早期教会的门徒 都是属于这个时期 他们 这个犹太教对 复活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沙都该人 沙都该人我们知道 圣经有记载 他们是否认复活的 这是为什么呢 沙都该人在当时 算是贵族 在耶稣出生之前 前两个世纪 犹太王朝 曾经有个很短暂的王朝 叫做Hasmonian dynasty 就是哈斯蒙尼王朝 他们成功的抵抗了 这个叙利亚帝国 叙利亚帝国 罗瓦帝国一段时间 他们有一个短暂的 独立的王国 那么在这个圣殿呢 有着可以得以按犹太人的方式敬拜 那么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些祭司呢 大部分都是这个沙都该人 他们自称是这个沙都的后裔 沙都是大卫时期的一个祭司 这些人他们自称是他的后裔 所以他们算是贵族 他们算是当权派 在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 是由这个沙都该人掌控的 所以你看到福音的记载 耶稣在加利利一带沿海一带传道的时候 跟沙都该人没有什么接触 没有什么冲突 但是一进到耶路撒冷 一进到圣殿就开始 沙都该人就出现了 因为那是他们的地盘 就开始有冲突了 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复活的概念 因为复活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reversal 代表一个推翻 为什么犹太人相信复活 因为他相信现在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我们会有个新天新地 会有个新的世界 会有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 上帝的意义作王 所有这边不公平的意义都会被推翻 那沙都该人一般被老百姓 是认为甚至很腐败的 法利赛人被认为是圣洁 沙都该人一般来说 是认为是被跟殖民政权 跟希腊古老马政权合作的 他们被认为是腐败一群 他们很不喜欢复活的概念 那么而且复活代表 我如果相信死后复活 我就不怕死了 你就开始会有殉道者 开始会有起义的意识了 那就开始会有起义反抗的情况 那么沙都该人是当时现状的既得利益者 他们是当时当权派 是受到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 他们不希望有人改变现状 所以他们不喜欢复活这个概念 那他们反对复活的理由是什么 是讲到摩西五经 就是从创世纪开始 连续圣经最早这五本书 相传是摩西写的 他们认为最早这五本书是最重要的 最有权威的 他们没有提到复活 所以我们不相信复活 这是沙都该人的这个想法 你看到在福音书当中 耶稣跟他们也有辩论过 因为他们有质问过耶稣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他基本上 沙都该人的对复活是反对的态度 所以如果你记得使徒行传 当保罗被逮捕 在犹太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 当他提到复活的时候 沙都该人是反对他的 但是在场的法利赛人是支持他的 因为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主流教派 是支持是相信复活的 一般的老百姓 虽然沙都该人是掌控的圣殿 他们大部分是祭司 但是老百姓认为法利赛人是圣洁的 他们是遵循罗希律法的 所以一般的信仰是主要是跟着法利赛人走 所以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 因为当时有许多的殉道者 因为许多人反抗希腊政权 反抗殖民政权 反抗罗马政权 好像之前的马加比人一样 马加比是一个祭司家族 他们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他是摩比王朝的统治者 他们成功的推翻了希腊政权 对他们统治 但是只有一百年的时间 后来就整个被消灭了 他们有写了几本书 当时有几本历史书 叫做马加比书 这个在天主教被认为是 Digital canon 是他们圣经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基督教 我们不接受他们是正典 我们认为是赤经 对我们读圣经来说 他们可以提供当时的历史背景 但是我们是不接受 他里面的一些信仰声明 因为里面的一些信仰价值观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改革中 就是基督教 我们是不信这些书的 但是根据这些书里面 记载我们看到 他们是相信殉道者 相信这个为犹太要牺牲的人 将来会有复活的一天 所以对他们来说 复活跟审判是非常相关的 审判就是末日 末日审判的时候 也是复活的时候 这是当时犹太教的观念 所以说复活呢 刚刚我们讲到 以希腊结书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犹太人的集体希望 是一个集体的图像 是以色列复兴一个集体图像 但是到这个时期呢 复活不再只是一个图像 不再只是一个象征 或是隐喻 复活是个人一个确实的盼望 他们会相信只要是义人 只要是为了守妥拉 为了守律法 而殉道的人将来都会复活 一个集体的复活 所以在这个犹太教概念里面 跟希腊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说他们不认为 灵魂会脱离肉质 独自活着 他们的复活不是这个 他们不是把这个死亡美化 好像刚刚讲 柏拉图对死亡这个美化 他们没有美化死亡 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个不好的事情 那复活是对死亡的推翻 复活是对死亡的逆转 这是当时犹太人的想法 这是他们 复活是一个奖励 对所有圣洁敬前的人 对所有遵守律法的人 这是对他们的奖赏 但是呢 他们从来没有把弥赛亚 跟复活连在一起 在耶稣来临之前 就是这个第二圣殿时期 有很多人相信弥赛亚将来 当时有很多的末世文献 有些被归在圣经当中 有些没有 但是这些末世文献里面 对弥赛亚来临 有很大的期待 末世文献当中 对复活也有很大的期待 但是没有人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就是带领犹太人复国 对早期教委来说 耶稣为什么被认为是弥赛亚 我们讲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你知道基督什么意思吗 基督就是弥赛亚意思 基督是希腊文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弥赛亚是什么意思 受高者的意思 就是受上帝所高的君王 那位真正的君王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君王 不是因为他带领以色列复国 不是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战胜的罗亚帝国 因为耶稣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而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国 这是他们认为耶稣是弥赛亚 是基督的证据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保罗的证词 我们来看 我们知道研究历史 你要从第一手证词是最重要证词 那么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一点 如果你可以找到第一手证人 他们讲的话是最重要的话 保罗他是亲眼见过复活耶稣人 所以他的证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而且保罗书信一般来认为说 他是最早写成的 保罗书信一般认为是比福音书先行写成 保罗书信是在西元的一世纪中 福音书信是在西元的一世纪后半写成的 一般的认为 学者认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进来看 格林多前书 保罗的证词 这个证人的证词 他到底在讲什么 在讲这个证词之前 我们先看这个背景 一般认为呢 不是因为书里面讲 这个信 这个格林多前书书信当中 十六章讲 这个信是在以佛所写的 那么写作时间一般认为 是在西元一世纪的中期 就是西元后53年到55年之间 格林多本身是一个希腊大城市 好像今天美国九尼山 或者香港或者上海一样 是一个商业繁盛 但是有很多宗教的地方 那当时这个格林多教会 面临很大很大问题 面临教会的问题 分裂的问题 也面临许多道德败坏的问题 那么所以 其实复活呢 在格林多前书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因为这么多的道德败坏 为什么 因为基督徒对复活的概念 认识不清 甚至当时的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前书的时期呢 格林多教会有些基督徒认为说 有些人已经复活了 你知道格林多前书 如果你记得书信的内容 很多人认为他有很多的恩赐 我有很多属灵的恩赐 所以他们认为说 我会讲方言 我会行生机 我可以医治 你看 这个圣灵就是 我就已经有圣灵了 所以我已经复活了 我已经有复活的身体了 所以他们认为 将来没有复活了 我现在就已经复活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 那我们先看保罗怎么样训斥他们 他怎么样教导他们 希望今天保罗的话语呢 也可以带给我们 许多正确的教导 好 让我们开始 这个书章非常长 所以我没有整篇列下来 太长了 我都有揭露一些比较重要 跟复活有关的 我们一起来看 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最重要的就是 按圣经所说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那圣经讲很多地方 对基督受害有很多的证明 很多的预言 最明显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 我们今天 但是有很多的reference 很多的 就有多处有这样的预言 我今天没有时间把它一一列出来 但是保罗这边讲 耶稣确实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而且确实被埋伤了 什么意思呢 耶稣确实被埋下去了 他已经断气了 他已经死透了 他不是说他没死透 只是暂时丧失意识 那有人去给他做一些CPR 让他活过来 不是 他死透了 而且已经埋下去了 但是按圣经所说 第三天之后复活了 他怎么知道复活呢 因为他复活的 他给众人看到 他显现给众人 先显现给基法 又显给十二使徒 基法是彼得的另外一个名字 彼得是另外一个名字 意思都是严实的意思 十二使徒就是当时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 这当中应该没有包括犹大 因为犹大应该是没有见过复活耶稣 犹大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 他自杀了 他上吊自杀了 这个应该是后来替补那个使徒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有告诉我们 他们后来许了另外一个使徒 替补犹大的位置 但这十二个人都见过他 后来一次显现给五百个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 却有已经睡了的 已经睡了表示已经死了 但是有很多还活着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说你如果你不信我讲的 你去问啊 你可以去问啊 这些人在当时在保罗这个信 在流传给他们的时候 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 这些见证人很多都是活着的 那这点很重要 表示说这个见证 这个对复活的见证 教会是验证过的 哥林多教会可以去验证的 因为这些见证人都活着 你可以直接去问他们 保罗有没有在说谎 到底有没有耶稣复活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耶稣复活这个事情 如果保罗杀下一个瞒天大谎 这个信不会流传到今天 但当时就被丢掉了 对不对 我们用常理来想 当时如果教会已经 他肯定会有人 教会命运肯定有怀疑的人 有不信的人 他们如果问到了 确定了这是假话 这是谎言 这个信就不会流下来 但是这个信流传到今天 后来他显给雅各探 再显给众使徒看 雅各是耶稣的兄弟 在根据福音书的记载 他是不信的 但是根据教会传统 一般认为他见过复活耶稣 在见过之后他信了 后来雅各事实上成为 在耶路撒冷教会领袖 后来他是殉道而死的 使徒经常告诉我们 他是被西律王杀死的 最后也显给我看 保罗看 我如同未到产其有生的人一样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曾迫害过上帝的教会 保罗记不记得 他什么时候看到复活耶稣 他是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他为什么要到大马士革 他要去迫害耶稣的教会 他要去逮捕基督徒 让他们下坚 在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路上 他遇见了复活耶稣 这个经历改变他的一生 他变成耶稣的使徒 所以他说他是不配的 他是最奇怪的 他说他自己好像早产儿一样 他是不应该出生的 他不应该被活命的 但是耶稣怜悯他 这是上帝恩典 让他成为使徒 所以他从一个迫害者 成为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既然我们传基督是从死人中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我刚刚有提到过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有属灵的能力了 已经有圣灵了 所以他们已经是属灵的身体了 他们不用复活了 不是 这是错误的想法 这是他们的自高自大 所以在保罗这本书书里面 很多多次的斥责他们的骄傲 他说没有复活还没有发生 你们都会死 我们也都会死 但是将来会有复活 如果真的如果照你们所说 没有复活死人复活是几 那耶稣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就是枉然 这样我们甚至被当作为上帝 做妄作见证的人 因为我们见证上帝使基督复活了 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 上帝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 这有点绕口 保罗意思是说 我们这些都是为复活做见证的人 如果你们主张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说谎 我在做假见证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就是突然 你们人若活在罪中 就是在基督里 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睡了这是一个 我们讲这是 就是说把死亡这件事情 刚刚美化了 就是一般来讲基督认为是睡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睡的人会醒过来 对不对 我们相信死人会复活 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些 在基督里睡的人 在这个死亡的人 他们会再次醒来 他们会醒来的 这是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语 如果你不信有复活 那就表示你的罪没有被赦免了 因为耶稣为你的罪被定死 如果他没有复活 表示他就跟其他人一样了 大家都死了 被定死 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强盗 他们也被定死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那表明耶稣也是跟他们一样罪人 这个献祭一点效用都没有 但是耶稣复活了 他的复活证明了 上帝接受了这个赎罪祭 证明了耶稣不是罪人 他是为我们的罪代罪受死 上帝喜悦他的献祭 接受他的献祭 耶稣在十字架上带求 记得成长老的讲道 这个受难业的讲道 主啊原谅他们 父啊原谅他们 主接受了 天父上帝接受了这个祷道 接受了这个 因为耶稣基督的受害 因为耶稣基督的流血 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了上帝接受了他的献祭 证明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已经被一笔勾销 如果你不信复活 那表示你不信你被赦免 那表示你还是在活在你的罪当中 继续 我们若靠基督 旨在今生有指望 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 基督徒在当时受到极大迫害的人 被外邦人迫害 也被犹太人 自己的犹太弟兄迫害 是最可怜的人 为什么愿意承受这样的迫害 因为他们相信基督会再来 他们相信死人会复活 他们相信有永生 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 将来会有新的世界 有新天新地 这些都是因为复活而带来的盼望 如果你没有复活盼望 那你现在受苦是在受什么 你现在未夷受苦是什么意思 你为何要未夷受苦呢 将来不会有奖赏的 将来不会有翻转的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土耐 如果你不相信复活 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复活 如果你不相信以后你也会复活 那么你就只有在今生当中有盼望 那是最可怜的人 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 不只在今生 我们的盼望不只在今生 我们盼望是在永生 其实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 献祭的时候 当犹太人有了丰收 有了收成 他们会把第一批最好的献给上帝 第一批代表什么 我还有其他批 耶稣复活他是第一个 但是他是出熟果子 代表不只他而已 后面还有更多的 世世代代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 都要一起复活 耶稣复活的意义是这样 他只是第一个而已 但是因为他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已经有证据 复活的确发生了 而且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因为这个确实的历史事实 我们有盼望 这是我们确信将来我们也会复活的证据 因为这样的历史事实 因为这样子的多人的历史见证 既然死是因义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因义人而来 我现在考你们有没有再注意 死是从义人而来 这义人是谁 亚当 很好 表示你们有在听 死人复活也从义人而来 这个复活是从谁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亚当是罪和死的代表 耶稣是复活和永生的代表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 出手的果子是基督 然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于基督的 所以保罗和其他许多使徒 在新语里面写的 他们的证言是 耶稣已经复活 他会再来通管整个世界 所以他而来会有新天新地 但他来的那一刻 所有人一起复活 死的人都要一起复活 弟兄们 我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 指着你们 我所夸的 极力地说 我天天冒死 从人的观点来看来 我当日在以佛所 同野兽搏斗 对我来说 有什么益处呢 保罗再次又提到 如果你不相信复活 如果我不相信复活 我在以说佛所 跟这些不信人 这些争斗 这些挣扎 这些受苦 这益处在哪里呢 没有任何益处 但是我相信有复活 所以我相信上帝 最终会成我而易 最终会让我复活 让我得奖赏 如果死人没有复活 让我们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这个是 救援里面 以赛亚讲的话 我们今天吃吃喝 因为反正明天就要死了 今天就 就敬意地 欢乐 放纵享乐 以赛亚讲这句话 是在批评那些不信的人 背逆上帝的人 这就是你们的生活态度 但是并不止犹太人这样想 你记得希腊人 也是不相信复活的 所以希腊有一派哲学家叫做 伊比纠鲁 Epicurians 这个人如果读《使徒行传》十七章 这个是在雅典跟保罗辩论的 其中就有这一派哲学家 这一派哲学就认为 这个反正我们就会死 那么就是享乐主义 我们今生就是要享乐的 保罗警告他们 不要被欺骗了 烂交朋友 败坏品格 如果你跟这些哲学家混在一起 如果你跟这些不信复活的人 他们这些不信的思想会影响你 让你变成一个忠欲享乐的人 就会败坏你 这句话呢 烂交朋友败坏品格是一句成语 是当时的一句成语 这不是正经而来 这是一个希腊诗人 应该叫做米兰德 他应该是西元前二三世纪写了 这样的一句话 当时是一个流行的成语 这就好像我现在讲到 我可能也会用一些中国 或者是华人文化的成语一样 保罗讲到也用当时的一个成语 要小心你所烂交的朋友 要小心你的同伴 他们传给你不信的思想 你要跟他们保持距离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再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上帝 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 保罗警告他们 不要再相信这些没有复活的思想 但是有人会问 死人怎样复活呢 他们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这个跟沙都干人有点像 沙都干人也是不信复活的 所以当初也是问了 耶稣一对复活的问题 那这边呢 这个教会也有人质疑 保罗对复活的讲法 他说死人怎么复活 都已经死了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身体呢 那保罗现在开始解释 无知的人啊 你所重的 若不死就不能生 你要复活你得先死 如果没有死你怎么会复活呢 你要先经过死亡才会复活 但是那边讲 现在的身体跟将来的身体 关系是什么 现在身体好像一颗种子 现在身体是将来身体的种子 你种下去 但你要知道长出来的 不是那个种子嘛 种子一定要先死 对不对 懂吗 你现在把一个种子种在田里 有没有种过田呢 家里有没有garden 有没有做这些事情 你把种子种下去 觉得长出来是个种子吗 不是嘛 长出来是个植物嘛 可能是一棵树 或者是番茄 或者是什么样的植物 长出来跟种子不一样的嘛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是从那个种子生出来的 所以有连续性的 是从那个种子 是那个种子长出来的 不是任何东西长出来的 虽然不一样 但是有连续性的 而且你所种的 不是那种将来要有的形体 无论是麦子 或者别样古物 都不是子弟 你种下去的是种子 不是将来的植物 对不对 你不是把那个植物种出去 那植物长出来 你就不用种了嘛 你种下去的是那个种子 长出来是另外一个形体 同样的 我们现在是一个形体 复活之后是另外一个形体 但是中间是有连续性的 因为将来复活的形体 是从现在的形体而来的 现在这个身体是种子 将来那个复活的 是不会朽坏的 那是全新的身体 但是是有连续的 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 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样子力 各有自己的形体 这形体是怎样 复活的形体是怎样的 是由上帝来决定 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 人是一个样子 兽又是一个样子 鸟又是一个样子 鱼又是一个样子 所以这边保罗回到创世纪 他说各从其类 就是创世纪迹上 上帝各从其类 创造各样的走收 每个人创造都不一样 在这里有没有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没有吗 有没有人跟我长得一样的 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 各有各自有各自的形体 而这个形体是上帝所赐的 复活之后也是无始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的形体荣光是一个样子 地上的形体荣光又是一个样子 保罗现在用天上地上来形容 现在的形体是在地上 是属肉体 是血肉之气 将来的形体是属天上的 是有荣光的 是不会朽坏的 是不会败坏的 这有层级的差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重的是会朽坏的 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是一定会朽坏的 你们看如果今天年轻人 你可能你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跟你说过了25岁 开始你会慢慢懂 一路走下坡 一路下坡 没有回头路 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 跑个步 结果膝盖肿起来 肿个大包 我去看医生 我以为没事 医生说你要做手术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软骨失裂了 你的半月板失裂了 我说怎么会这样 我只跑个步而已 你知道医生跟我说什么 说你老了 我们现在的身体 一路走下坡的 很可惜 这是一定会朽坏的 很遗憾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 复活来对我们来说 是这么重要的盼望 因为在复活之后 的身体是不会再死亡 是不会再老坏 不会再腐烂 所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现在身体软弱 经常犯罪 或者是说 我们可能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越来越软弱 越来越多的不舒服 但是复活之后 身体是强壮的 是不会再有病痛的 我现在的身体是羞辱的 我们是活在最终 很可惜 我们生在这个罪恶世界当中 将来心地里是一个圣洁 充满荣光的世界 将来复活身体 也是充满荣耀的 所重的是血肉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既有血肉的身体 也就有灵性的身体 所以既然看到现在 这个有血肉之躯 将来就有另外一种心体 由这个种子所生出来的 有另外一种心体 那个是属于灵性的 那个不是血肉的 这个真面的意思并不表示说 我们将来身体好像幽灵一样 不是的 我们是有身体的 不是一个幽灵 不是一个灵魂飘来飘去的 不是跟鬼一样飘来飘去 不是这种 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是有身体的 他有手有脚的 他是一个人 事实上呢 他是有疤痕的 灵性的身体呢 代表是说是被圣灵完全充满 是被圣灵完全掌控的 是由圣灵来飘来 因为是圣灵完全的住在当中 所以有永远生命的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人 次生命的灵 首先亚当就是这个是从创世纪 这个段新闻从创世纪的来 上帝只先从土里面 深度中造了亚当出来 对他吹气 给他生命气息 让他成了有生命的人 末后的亚当 他本身就是个灵 本身是圣灵 而且他是赐圣灵的一个生命 这个末后的亚当是谁呢 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得到圣灵 是从耶稣所赐下的 这是我们将来复活的凭据 弟兄姐妹 你信耶稣吗 你的身体里面 你的生命里面有圣灵吗 如果你信的话 你是有圣灵的 但是你要培养对圣灵的敏感度 圣灵会带领你 祂会装备你 祂会给你力量 愿你时时刻刻寻求圣灵 寻求祂的存在 并且体会祂的存在 这个圣灵呢 是我们将来得复活的凭据 但是不是属灵的在先 而是属血肉的在先 然后才是属灵的 我们现在血肉这是先的 这是一个种子 死了以后种下去 长出来是一个属灵的身体 第一个人是出于地 是属于尘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为什么 第一个人是谁啊 出于地是谁 第一个人 亚当第二个呢 耶稣 祂是道成肉身嘛 对 从天而来的 玛利亚是圣灵受益 怀孕 生下耶稣的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 上帝之子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属尘土的怎样 那属尘土的怎样 反属尘土的也都怎么样 属天的怎样 反属天的也都怎样 就如我们既有属尘土的形象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 弟兄姐妹 你有耶稣的形象吗 感谢主 哈雷路亚 让我们有更多更多 耶稣的形象 将来复活的每个人 都要有属天的形象 耶稣的形象 今天我们我要告诉你们 是血肉之躯 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像我这样的身体 跑个步就膝盖要动手术了 这个身体是不能承受永生的 因为永生是不能凶坏的 永生是再重 这个C.S. Lewis讲到 他想象将来永生 每样东西都重得不得了 每样东西都荣耀得不得了 想象那样的世界 我们这样的血肉 软弱的血肉之躯 是不能够承受那个世界的 是不能承受那个天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变 我们必须要复活 我们必须要新的身体 属灵的身体 不会朽坏的身体 荣耀的身体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而是都要改变 睡觉的意思也是死亡的意思 这个美化死 但睡觉也代表 我们将来有醒来的一天 保罗认为呢 所有死去的人在耶稣复活的 在耶稣再来的那一日 都要复活 但是所有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还活着人呢 他们不需要死亡 因为耶稣已经来临 他们会当场改变 当场被转变 得到复活新的身体 就在一刹那 眨眼之间 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 因号筒要吹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所以在这个新知书里面 有多次提到末日会有号筒的声音 号角的声音 也许是一个比喻 但也许像在那天真的会有号角的声音 我们不晓得 但是这个耶利米书 以赛亚书 撒加利亚书都有提到 这个号筒吹响的预言 这是上帝审判的那一日 上帝再来的那一日 上帝召集他选民的那一日 这会朽坏的 必须变成不朽坏的 这会死的 总要变成不会死的 就是在基督再来的那时候 复活会同时发生 一起发生 当这会朽坏的 变成不朽坏的 这会死的变成不会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亡已被圣灵 圣力吞灭了 的话就应验了 死亡被圣力吞灭了 这是以赛亚所说 这个预言被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实现了 死亡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啊 你的毒刺在哪里 这个是和西亚书的预言 同样的 因为耶稣的复活 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他拔掉了死亡的毒刺 死亡的毒刺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上帝 他是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胜 耶稣基督已经赢了 他已经战胜了死亡 他已经战胜了罪恶 死亡跟罪恶不再 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 我们的王是谁 耶稣 复活的主 耶稣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坚固 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在主里的劳苦 不是突然的 好 哥林多前书15章到这里 保罗鼓励他们 坚信这个 坚守这个信心 相信耶稣复活 相信我们各个 信耶稣的人 将来各个都要一起 同时复活 本来这样盼望 所以在主里面 所有劳苦都不会是突然的 我们不是 假如复活不是真的 我们是最可怜的人 我们信的都是假 但是如果复活是真的 我们是最大的赢家 我们什么都赢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学到的 基督耶稣 已从死里复活 我们将来也会从死里复活 保罗不是在说空话 他一开始讲出了见证人 500个信徒 十二门徒 使徒 最后包括他自己 这个最奇怪的使徒 最不该出圣主 最不该得救人 也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之前很多在当时都可以活着 当这个书信 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们可以验证的 这是经过验证之后的证词 这是多人见证的历史事实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因为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有了确据 将来所有信他人 也要从死里复活 复活这些事情是可以发生的 而且已经发生了 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耶稣已经从死里的死人中复活 成了碎了之人的出手果子 他是第一个 后面还有很多 包括你跟我 在耶稣再来一天 号角圣上起 我们要一起复活 死和罪不再作亡 我们的王耶稣 已经战胜了死亡 这跟犹太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这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 还是拒绝耶稣 还是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 为什么 他们一直认为弥赛亚就是要带来政治上的真理 军事上的真理 以色亚是带来 是为以色列国的 是以色列的国王 要带来以色列国的复兴 但是上帝所安排的弥赛亚 上帝所真正恩贾的弥赛亚 他不是来代表以色列国的 他是来代表上帝国的 上帝国并不只包括犹太人而已 他包括万国万邦万民 耶稣是做所有创造者的王 耶稣是做所有罪人的王 所有一切创造的王 他不是单单只做犹太人的王 耶稣击败的敌人 不是犹太人 不是以色列人的政治上的敌人 不是罗马帝国 不是美国 不是俄罗斯 不是中国 不是这些政治上的国家 耶稣所战胜的敌人是死亡 死亡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 是最可怕的敌人 是最有能力的敌人 没有人可以战胜的死亡 不管哪一个国王 哪一个总统 哪一个英雄 最后都输给死亡 那是耶稣战胜的最大的敌人 所以说耶稣是真正的王 他是真正得胜的王 因为他已经战胜死亡 他战胜了罪恶 同时罪恶跟死亡 不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权柄 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是犹太人跌倒的地方 很遗憾的 这也是许多基督徒跌倒的地方 很多基督徒对政治热衷的基督徒 以为我可以把基督拉到我这边 不管我是哪个党的 耶稣是我这个党的 是为我这个政治人物站台的 我们看到今年美国是大选人 两边的基督徒都有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 你要知道耶稣的门徒当中 有政治思想有很不一样的 有分锐党人西门 他基本上他就反党了 他就是反对那些罗马帝国 他是听地会的 反清复明的 但是也有这个税吏 马太是税吏 税吏就是我们讲汉奸 他们不讲汉奸 他们叫尤奸 他们是跟罗马帝国合作的 替罗马帝国收税 所以你看耶稣的门徒里面 有这么不同的政治光谱 我们要学习接受 不过说接受了 容忍和自己不同政治立场的基督徒 还有要切记 不要举着耶基督大习 强迫别人接受你的政治思想 不要觉得说 你的政治思想有些价值是基督徒的 所以你不跟我站队 你就是反基督的 不要这样做 我发现两边的基督徒 不管你在右边的 还是你在左边的 都有基督徒这样做 这个是很不好的行为 很应该的 弟兄姐妹 这些政治人物你认识吗 你认识川普吗 你跟拜登握过手吗 裴洛西跟你打过电话吗 现在的众议院议长强生 你跟他吃过饭吗 没有吗 你根本不认识吗 他根本不认识你吗 但是教会弟兄姐妹是你认识的 是你握过手的 是你每个主日问安的 是你一起吃过饭的 不要为了那些不认识的政治人物 去破坏了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这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 非常不值得 我以前也做过同样的傻事 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做 非常不值得 我们英文部每次选举之前 有时候都会举办这个Voting Party 就是大家畅首预言 来个讨论会 你知道吗 讨论会都很热烈 但是我发现到很有趣的事情 讨论人之后 没有人改变他的立场 没有人成功地说服另外一个人 转党或者转政策 一个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所以不要为了政治上的不同 去跟别人争吵 非常非常地划不来 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效果 我们的主 基督是所有国家的王 是所有民族的王 是所有罪人的王 他战胜的敌人 不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他战胜的敌人 是真正的敌人 是死亡 他带来的生命是复活 这是我们的信仰 继续 最后一个 死亡的毒死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上帝 他使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得胜了 阿们 第三个 最后一样 今天我们得到的东西 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身体 是复活后不朽身体的种子 很多人对复活的概念无亲 有些人 你看有些牧师 甚至在桑林山会讲 告别社会讲 这个人死了 他去当天使了 没有啊 没有这个事情了 圣经从来没有说过 基督徒死了以后当天使了 没有这个事情 会像天使 会可能有天使的权柄 或天使荣光 复活之后 有天使的权柄 有天使的权柄 但是基督徒不会成为天使 基督徒死亡之后 也许有个中间状态 这个我稍微提一下 圣经对中间状态就是说 我们现在死了 睡了 将来耶稣再来复活 这中间有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 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因为一般来说 神学家称为中间状态 那么圣经没有讲很清楚 因为圣经认为 这个状态不重要 重要是将来那个复活 那复活之后是永恒 今天是永恒的生命 那个才重要 所以圣经在这方面 着目不多 但是保罗认为呢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 保罗说 我死了就与基督同在 所以很多人基于这些思想 保罗想法 认为说我们死了 就是与基督同在 那基督现在在天上 所以一般认为基督死了 睡了之后 就是到天上去 与基督同在 到底什么样的状态 不是很清楚 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重点是 我们将来是会复活的 是会有身体的 有身体这件事情 很重要 种子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因为你现在 我们现在身体是种子 是种子 所以这个种子重不重要 所以你现在身体很重要 所以你要好好顾惜 你要好好使用 你不要拿现在身体乱来 保罗在同一本书里面 同一本书里面 跟多前书六章讲说 你们要远避隐形 人所犯的 无论是什么 都在身体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你自己的身体 别的罪 你都是在身体外面做的 你搞同性恋 你搞婚外情 你通奸 婚前性行为 你做这些不应该的隐形 是在你自己的身体上做的 对复活生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晓得 但是耶稣有过这样的警告 如果你一只手使你跌倒 就把他砍下来 你缺一只手进入永生 比有两只手落到地狱 路纳不灭的火里去 还要好 很多人说 很多人解经家说 这是夸大 就说这是一个比喻 但是马可福音没有说这是比喻 福音没有说这段文字是比喻 他也没有说耶稣是在夸大 如果耶稣讲的是真的 的话是怎么办 今天如果在复活的永生当中 我们会不会看到有的人缺手缺脚的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But do you want to take that chance? 我们要不要冒那个险呢? 我们要冒那个险到了复活身体 只有一只手或者只有一只脚 或者只有一只眼睛 我们是不是要冒那个险呢? 最好不要冒那个险 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不论我们所看的 所说的 所做的 所心的 一切都荣耀主 一切都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要拿这些身体的习惯 作为重欲的工具 我们要小心看待自己的身体 让我们现在就活出复活的生命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 更多前处还有其他学校校导 但是在整本更多前处 法座一代强调 因为将来会复活 因为你有这个不朽的身体 因为你有这个不再有荣耀 有荣光的身体 你现在就把那个生命给活出来 就让那个复活 因为既然你相信有复活 你既然相信你将会承受 这样如此荣耀的 新天新地 你今天就把这个生命给活在现在 既然你相信 你今天就尽情 你今天就谨慎 你今天就圣洁 把这个复活的生命 把这个充满荣光的生命 今天就活出来 既然你相信的话 既然你相信 那么今天就活出来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相信你的复活 我们相信复活后 知道你是有身体的 这个身体是充满荣光 不会朽坏的 但是这个身体上也有过去的霸 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也许我们将来的身体 也会有 在这个世界上所受到的伤痕 所受到的霸 但是我们相信 这个复活的身体 是绝对美丽的 是充满你的荣光的 是有完全你的形象的 我们相信 所以求你的圣灵来 来到我们当中 让这个复活的盼望 充充满满的能 在我们心中 因为这样的信 求主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啊 赐圣灵的生命 求你将这个圣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完全有着这圣灵能力 活出复活的生命 活出那圣洁 满有荣光的生命 就从今天开始 就从这一刻开始 求你帮助我们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稣基督的名